而端午年假苏花公路坍塌造成交通中断 花莲县长傅昆奇也杠上了中央 左打行政院长林全又批总统蔡英文 对此蔡总统也在脸书上po文 直说改善东部交通 靠的不是交通中断时的口水 而是平常的实在准备 就是这段话让傅昆奇再度痛批 蔡英文只会躲在键盘后写脸书 更让国民党也加入战火 痛批说这就是口水 东午临驾苏花公路坍塌交通中断 也让地方和中央的战火烧了多日还在烧 这就是最能沟通的蔡政府 当花莲人在受难的时候 你到底在听音乐 还在喝红酒 还是在吃千元的法式套餐 弄呛蔡总统外置还没完 这篇文章也让蓝绿两党加入战火 蔡英文总统在脸书发文 只改善东部交通扣的 不是交通中断时的口水 而是平常的实在准备 颇文一出 华林县长傅昆奇右批 蔡总统现在只会躲在键盘后写脸书 只叫国家元首吗 这不是口水战那是什么 左打蔡英文总统 右打林权院长 甚至扭曲事实的说 政府过去一年来 没有再处理书发公路贪方的事情 那么请问傅昆奇县长 在过去马总统执政的八年 也有多次落实贪方的问题 在当时傅县长你人在哪里 你有动用那么大的行政资源 去骂总统吗 民进党发言人出面护航跟 反抢傅昆奇 坍塌时他又在干嘛 当抢修团队工程人员 在一百多公尺的悬崖 断崖上抢修贪方的时候 傅县长我们看到你 在上政论节目啊 傅县长而且你的县政府啊 还忙着在官方的LINE上面 发你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调啊 双方掀起震火 国民党也来参议咖 总统府推行政院 行政院推交通部 我想没有同理心的这个政府 却还说这个当地的父母官 是在喷口水 这种作为这种说法 实在是最大的口水 只要在民进党执政的期间 凡是台风地震 人民只能靠自己 好民进党两手一摊 是没有办法的 中央地方互推皮球炒不完 看不出政府改善 花东交通的权益 而最大的受害者 莫过于花东居民 欢迎新闻 江贤东李佳化 TV报道